哈喽大家好 小张今天早起来开海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看 8点多钟就出太阳了 这边刚退下潮水 走吧 我们下去看看 期待有好的收获 今天看到的墨远罗 水桶 你看 这个墨远罗还往这里爬 没转进去了 就给我发现了 老鼠 上了 看 这个时候墨起来吃的水 好过瘾了 很滑溜 大家想尝尝这种水感吗 墨着不挺舒服 而且这个 墨着个水啊 感觉也很棒 是非常过瘾的 好不情愿地被我增着水 这只一点都不会 说着这只 看这只哇 吐着个大舌头 看看看 他想装大包呢 哎嘿 哎嘿 看着 他往回缩 哎呀这天气冷了 是不是雨里不大爱动它 再说现在出太阳了 他们可能想 趁着太阳 暖和一下 啊 看 这个水 一面一解压 这个 缓解压育的效果很好 不错不错 出了这只 哦 这只鞋嘎 爬碗的 张开嘴巴了 来来来 来来来 嘿 闭上了 看我能不能把它吊起来 不行 它的 没有那么深 哇 这只不小呀 好大啊 哦 看这个大骨膀 没想到拿起来这么大 哦 好久没捡到这么大的雪嘎了 这也太贵了 放到这里面 稍微 把这个沙 摔下来 可以了啊 好大 哇塞 这个大毛嘎 看起来也不小那样子 哇 这些握沙很厉害呀 好大 这只 也不小啊 过它没有张开它的红小肚 哎呀 也不打个招 这只可以 哇 看下面那个大包 吃了吃了 两只一般大 你看 过来这边发现啊 这这绿色的海参 有的时候眼力不好啊 就真的 以为它是海草 这个颜色太类似了 这东西啊 特别会伪装 哇 看它这个刺 哎呦 这个刺身长得特别的好 你看 哎 真的好奇怪 我一压它 哎 出来筋链了 一松开 哎 软了 一压它 哎 出来筋链了 一松开它又没有了 这也太有意思了 为什么一种发现呢 你看 太可爱了 哇 这个海参可名贵 可不能这么玩啊 哦 这只可以可以 出了啊 咱们 哇 这只海胆好可以啊 看 它这个刺 它在动的 你们能隐约发现吗 它这个刺 在里面 在那里动着 摇摆 哇 这海胆好漂亮 是红色的 你看 哦呦 看 就是这个东西 有点像那什么 像一种水果 那个水果叫什么 山竹 啊 羊尾 回家做个海胆蒸蛋 马上次做的有点失败 这次吸取教训啊 上网上搜搜 哦 把这个扣出来啊 里面都是黄 咱给它瘦了 别刺着我的海参啊 海参的屁股呀 都是我的心口宝 咱们再找一找 你看这一只 这是我们的螃蟹 这个是 这 嘿 又又又 哈哈 还中牙舞爪的 哎 你看这下面是不是 这好像也是一只啊 这只隐藏的真好 你把这只收了 这是一只吗 我还以为是石头 你看 又一只螃蟹 哦 这只好鸡鸣啊 怎么 你睡了 哥们 来 醒醒 鸭子都带着了啊 这是八爪鱼什么情况啊 好像在坐着耶 你看八爪鱼坐在这里 坐姿 坐的挺直 你看 好可爱啊 这只 它变色了 露着两只这种跟大眼睛似的 这就是霍蚊的话 八爪鱼 单腿的 这 单腿的比较长的那种啊 个头比较大的那种啊 看一看 它想跑 暴炸鱼 你以为你很聪明对不对 来来 遇到小张 他都没有我聪明 咱们给他说了 那在前面 这个小水坑里面啊 又一只这种盘胆 看到没有 这一只感觉 怎么秃秃了 啊 他的毛发 有点秃顶啊 什么情况 是不是压力平常太大了 这只磕头稍微小一点 你带着吧 估计这种会稍微少一点 而且有点受伤了 他这个刺就掉了 放到盆里面吧 还吧 一起 一大一小 这里 看到了没有 我会不怕这儿 单腿的 这是好黑啊 皮肤不大 拿出来它就会变色 然后就会变得 颜色很亮一些 试一下 登登 就是变白了 人家白着呢 好大呀 开花了 收了它 它又来了 这一只 握进去了 看 还看着两只眼睛 来来来 让出来 大家看一下 哎呦 哎呦 这只巴掌鱼 双小一点 不过还可以 头上怎么回事 掉皮了 带着了这一只 你看这只 没双 还有一点受伤了 那是太不容易了 走 今天我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哦 收获得也还可以啊 这个海胆回家做个蒸蛋吧 然后把鱼拉炒一下 这个两个大鞋 完全可以做刺身了 会免得不放弃 收获种类挺多的 那我们就回家了 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张啊 现在到晚上了 这是我今天上午 点海收获的这个扇背 我这个手啊 你看这边 就是被它夹破的 一个大口的 这会死了吗 哎 呦 装了 我都不买啊 吓死我了 看上去死了 因为这气在家里 路路比较高啊 所以说可能缺点死掉了 再有两只螃蟹 哎呦 嘿 螃蟹还活着 你看 滑干一块儿蒸了啊 然后这个扇背做个 蒜蓉粉丝成扇背 开火 然后这是赶海收获的两个海胆啊 咱们今天就不煮了 打算刺身一下 看好不好吃 这边还有两只这个长腿的包兆鱼 一会煮一下包头 现在有大哥啊 把我这个海胆切开 应该得挺费劲的 剪开里面应该是有黄的 看这个三枚肉 是不是特别的大 哇塞 这个就打理好了 把这个盖拿下来 这里面是啥呀 怎么都是汤啊 没有肉吗 有 在两边 一会尝尝啊 这里还有这个 两只长腿包兆鱼啊 咱们等这个锅开 下进去 哎呀这个腿太长了还在外面 进去吧 得煮三分钟 这边的长腿包兆鱼熟了 看怎么样 打长腿啊 好烫啊 哇两只龟盘了 你看 其实切的辣炒也不错 白煮吧 圆珠洋味的味道 这个打山被熟了 我们在上面放点这个粉丝的啊 这边也放上一点 接下来我们炒个这个蒜蓉酱啊 油热以后把蒜末放进去 加点酱油 香醋也来一点 来点蚝油 搅拌一下 这个很简单 再放点辣椒在里面炒一下 这样辣辣的更好吃 好关火 接下来把炒好的蒜蓉酱 淋到这个扇背上 感觉好诱人啊 想吃吗你们 老回去吧 海鲜在我这里都是典型 这才是我的鼓势 有点乱卖 这个排骨米饭 这个排骨 哇 怎么样 好大块啊 有没有很诱人 然后这是一份米饭 这我每天吃的是有点丰盛了啊 因为确实每天很辛苦呢 先吃个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背吧 这个我跟大哥用一个吧 我先吃一个 大哥先拍着啊 不要馋哦 拌一下这个粉丝 可以说是一级鲜美的 看正大的扇背 带黄 这是什么生鲜的味道 超好吃的 看这大背鱼 是不是就你咬了我 是不是就是你 嗯 拉丝 真的叫 超好吃 好像反甜 新鲜鲜的韩鲜的韩鲜都反甜 粉丝就是精华 我炒豆虾真的超好吃 好香 海鲜也有了肉也有了 超温 超温 好香 海鲜也有了 再配过米饭 尝尝这个海胆自身啊 这个海胆能好吃吗 你看哦这里面确实有黄哎 一粒一粒的 跟那个鱼籽似的 怎么 心里面有点抵触 看到吗 告诉大家什么味道 跟鼻涕一样 鲜鲜的 鲜鲜的甜甜的 也不难吃 但我不喜欢 其实味道还行 你看这些一粒一粒的 挺鲜的 好像那种热调餐厅很多 这个都没有了 还是我不会弄了 哇这里面你看这个大 哇这就是一个大块的韩奶肉了 这就是一个大块的韩奶肉了 嗯 鲜甜鲜甜的 入口即化 还行 吃第二口感觉比第一口好吃 咱们吃个这个包涨鱼吧 嗯 像酸米筋似的 哎呦 大米哎 有点没煮熟呢 好漂亮 啊 嘴锅啊 这里面都是一粒一粒的 都是小包涨鱼 嗯 上面还有黄 很鲜哦 如果煮透的话就是那个大米白色的 如果煮透的话就是那个大米白色的 它有点透明的 很漂亮 嗯 大米的腿好脆 真好吃 嗯 大哥馋不馋 想不想吃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先录到这里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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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